万事莫如救人及现在这四个失联的人还在持续的搜救当中 而我们接下来要带您深入追踪的就是在屏东飞龙瀑布周边的天候环境 还有地形地貌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综合起来造成了这起意外事故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昨天的气象资料 有没有发现在昨天的全台湾累积雨量图当中 除了东北角出现了红点之外 另外一个红点就是出现在屏东的山区 而这刚好就是雾台也就是发生意外的所在 根据当时的这个食欲量资料 两个小时之内降下了152毫米 这也达到了豪雨的等级 所以一旦降下这么大的雨势 当然会引发山洪爆发的危机 所以即便是素西攀岩的好手 这十个人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还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的可能 的确他们也碰上了 所以他们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错估情势的情形 这也是后续要来追查的重点 而再来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在飞龙瀑布这边 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致 比方说像这样子 我们拉了一条绳子 就这样可以攀岩攀上去 但其实说到这样子的攀岩路径 这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直接来挑战的 因为其实飞龙瀑布这边 尤其在中段跟上段这个地方 有七连瀑 就像这样子 你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技巧 还有足够的装备 才可以顺利攀爬上去 而且就算你攀爬上去七连瀑之后 还有一个下切百米的这个深谷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大家都不建议去挑战这一段路 初学者只有在下段这个地方 才可以来进行 所以在过去这种卢凯族禁地 如今发生意外之后 相关的措施 管制的部分 都要更加严格 直冲天然滑水道 峡谷地形优美路程短 屏东屋台的飞龙瀑布 是近期热门的素季秘境 却可能暗藏危机 空拍画面看见陡臭地形 西降者抓紧绳索慢慢垂降 飞龙瀑布分成上中下段 上段难度最高 抵达中段前 会先经过七连瀑 之后再下切抵达百米瀑布 下段是初学者为主 挑战中段以上 要有相当经验 二十号发生意外的十人塑星团 五人受困位置在飞龙中段七连瀑 飞龙瀑布过去被称为人头瀑布 相传是当地部落居民 会在瀑布入口处 悬掉人头组合外敌 也被陆海族视为禁地 如今属于管制地区 需要报备才能进入 它的那个刺激感的刺激度很高 然后它垂满白米瀑布中 可以再垂下半段 整个下部地形 然后它有很多的 有炫布 有很多不同的 非常漂亮 就这组织感觉很专业的 入门真的没办法玩掉 对西藏者来说挑战高 要有一定基础 如今势必得加强宣导汉怪制 避免汉事再度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